所谓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失败的论调是重新拾起冷战思维 完全否定了中美交往几十年取得的成果 不仅是对历史进程的无知 也是对中美两国人民的不尊重 这种散布政治病毒的做法 理所当然会受到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质疑和批评 四十多年前中美两国领导人之所以能够实现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双方都坚持了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的原则 搁置了彼此意识形态的差异 建交四十多年来 经过双方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相互交融最深 合作领域最广 共同利益最大的双美关系之一 这些都是不容否认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 中美在社会制度等很多方面仍然完全不同 但是这种不同 过去今天和将来都不会 也不应该影响两国继续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双方没有必要 也不可能去改变对方 而是应该尊重对方人民做出的自主选择 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证明 中国特色数学主义道路 不仅适合中国 同时也汇集这个世界 中国一定会继续按照人民的愿望 不断发展进步 并且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任何人试图阻挡 或者改变这一进程 不仅是不自量力 而且是自寻烦恼